都如此 你在大学念的什么系 你猜猜 文学系 教育系 不对 化学物理系 不对 你太厉害了 你是数学系 我是政治系 什么 未来的统治者 女官 我跟你讲 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虚虚实实 以退为进 政治上要想成功 就要学女人 你听她说 老话不是讲 要齐家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把国家交给女人有许多的好处 外交上是复杂了些 会增加一些秘密的条款 可是能减少不少战争 这个女人打仗 无非是揪头发 抓脸皮 本位武化 损失不大 我不知道你是在侮辱政治还是侮辱女人 怪这弯拍马屁 人家非但不领情 还根本没听懂 没有 方先生肯为我表演口才 我还巴不得呢 假如我是学数学的 还不知道有一番什么红论呢 他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背后叫他韩淑表 因为他脸色的变化能表示出跟女士距离的远近 好玩 是吗 我没有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 好玩 上海的春天就好比是动物园里铁笼子关注的野兽 居住孤独 只有拼命向人的身心里找寄托 进入各式各样的沙龙 你来了 介绍一下 这位是方红健 这是赵新梅 方红健 你好 这就是同船回国那位 请里面坐吧 请 请 请赵先生 这两天办公室里的事情比较忙 没来看你 你怎么样 洪健 我再来介绍一下 赵先生是我们家的市郊 刘美回来以后在外交署当处长 前些日子身体不太好 就没有随机关去内地 现在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 大家坐 赵先生 好好 小福 坐这儿来 方先生 方先生在什么地方高就 暂时在一家小银行里测试 大财小用 可惜可惜 哪里哪里 方先生留学欧洲的时候学的什么 没学什么 洪健 你学过哲学是不是 学哲学 从我们这些搞实际工作的眼光看 跟什么都没学也差不多 赵先生 你得赶快找个养个医生 检查一下会这样看东西的眼睛 一定有毛病 肯定啊 肃小姐 时间不早了 我先告辞 好啊 好啊 洪健 我也走了表姐 洪健 文婉 你看 我先去报馆转一下 然后请你去吃晚饭 你们在笑什么 报纸上说 保持实力 我军做战略上的撤退 唐小姐今晚也请赏光 方先生如果有兴致 也不妨来凑凑热闹 欣梅 今天我要陪妈妈出去应酬 改天吧 洪健 明天我要请新晋回国的沈家夫妇来喝茶 你们三位都要来作陪啊 聊聊嘛 我先走了 洪健 等等 我有话要跟你说 洪美 那我就不送你了 苏小姐 我什么地方开罪了这位赵先生 他这么恨我 你不是也恨他吗 你快 你快 苏小姐 明天的茶会我不想来了 谢谢你 那可不成 我们看戏的可以不来 你们唱戏的怎么好不来呢 你再胡说 不理你了 你们都得来 好 好好好 快 我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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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表妹嘴可真够厉害的 别看他人小本领很大 手里抓着一大把男朋友玩着呢 你别看他天真肚子里鬼着呢 是吗 我该走了 你晚上还有应酬 这只是托词 我不愿意长赵先生的娇气 苏小姐 你对我太好了 有时候我真不敢对你这么好 你走吧 好 明天早点来 好 再见 洪剑 我在这儿望着你 你为什么一直往前走 头也不回 我真是没道理的女人 要你背后省眼睛了 明天早些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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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 胖子那么胖 刷子那么瘦 明天我们还可以去看 有她的新电眼儿 在哪儿啊 眼前这个女中学生 已经懂得用油漆粉刷门面 去招来男人了 这多漂亮 方洪剑心想 庞小姐无意修饰 可见心中并没有男人 这念头梗在心里叫她消化不了 好 可是我们还有骂我的 小瓶子 我看你说的 什么 你们好 坐吧 坐 方先生 昨天去的迟日今天来的早 想必是银行办公养成的好习惯 勤勉可嘉 过奖 佩服 佩服 李先生 李太太 到里面来坐吧 你家的花园真大 是吗 请坐 高鹏满座嘛 沈先生 沈太太 这是沈先生 沈太太 这些是我的同学 各位好 你们好 请坐 沈太太 好好好 随便坐 好好好 沈建筑 沈太太 你这块料子可是真漂亮 是吗 太漂亮了 我从巴黎带回来的 是吗 请坐 对对对 这位是方先生 这是沈太太 你好 久仰久仰 沈先生 欧洲局势怎么样 相当微妙 西班牙去过吗 去过去过 普朗先生 让我带口信 局势相当紧张 你下次回信的时候 一定谢谢他 沈先生和沈太太 刚从法国回来 他们一定有很多新闻 要跟我们说说的 沈先生 法国人对我国的战争 有什么看法 南京撤退的时候 他们都说 你们的首府都丢了 中国完了 可我对他们说 欧洲大战的时候 你们不是也迁都离开巴黎了吗 是 可最后的胜利是你们的 我这么一说 他们就没话可讲了 没话可讲了 高论高论 苏小姐 这位女士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气味 通常是以山羊来比喻的 再加上脂粉香和花香 真好像是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香曲 引进到中国来了 当客厅里红论大发的时候 方洪健想 政府还可以迁都 自己倒不能换座位 真的会痛苦 因为这个小日本去上海 李太太 最近好不好 有这个病吞的预谋 可是呢 最近气色不错 我们中国人是不会怕他们的 沈先生 你在说什么呢 我跟赵先生 正在交换着 对中日战争可能的看法 不不不在 我这最好不要提战争 好 苏小姐 点心准备好了 大家请 李明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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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茶点 是 请 请 沈太太 请吧 最近写什么东西吗 写一点 好 方先生 来点什么 我实在是吃不下去 沈太太 李太太 过去吃啊 别客气 请 如果有空的话 最近也给我们写两篇文章 这是在上海买的 还是 是我法国带回来的 沈先生 家父呢 现在在重庆 你要有什么事 我倒是可以帮忙的 是这样 苏小姐 我们报社准备出一种妇女刊物 我想请沈太太 给我们写几篇文章 哎呀 你找罪人了呀 你怎么一点东西都不吃啊 你在看我吃东西 没有 我是看你坐在那里 简直是活受罪 那你刚才在客厅里不也一样 李太太 我们是患难之交 方先生 我今天这有点失望 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跟赵先生一定会很热闹 结果什么都没有 抱歉抱歉 今天没有做好戏给你看 小姐有客人来了 哎呦 冯先生冯太太 你们总算来了 咱们怪我太太 好 里面请 请 这是沈太太 沈太太 你好 你们随意啊 你好你好 沈太太 这边请 你说你们要来了 是 政府会不会接受呢 重庆可以 重庆可以 试试 能打个电话吗 是 这个倒是有一点难 是 真是 这发言真美 赵先生误解了我和你表姐的关系 你也误解了吧 所以今天我让她挑战 我躲着并不还手 好让她知道我和她并没有厉害冲突 真的 那表姐表示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浅将不如激将 非有大敌当前 赵新梅的本领是不会显露出来的 可惜我这个老若兵不惊打 她也不愿意跟她打 可是战败者会得到旁人更大的同情 我的意思是说 表姐是赞助弱小民族的 那就顾不得了 我想明天请你和你表姐去天药葛吃饭 我知道 我这个人很冒昧 我听你表姐说你的朋友很多 我不敢高攀 我只想在你朋友当中凑个数目 那是表姐瞎说 她跟你怎么说的 她 她倒没说什么 是我自己想吃 找不到借口 以你的名义享受一下 提提下请 看上光吗 好吧 几点钟 晚上七点怎么样 请 请 随便用 赵先生 这次我出席世界妇女大会 观察到一种动态 相信不久就会成为趋势了 女性都趋向于男性方面 不久的将来 我敢说啊 男女两性的区别 要成为历史的名词了 对 对 对 你可不可以坐 好 是的 这个吧 好的 是的 好的 你们慢用 好好好 您忙吧 拜读过 你尝尝这个 小夫 笑什么呢 红剑 有笑话说出来大家听听 也许方大哲学家 在讲解人生哲学中的乐观主义 所以唐小姐笑得那么厉害 孙小姐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一步了 这边我就不打招呼了 好啊 那我送你 好 你可真够忙的 对不起 今天没有机会陪你多说话 我打算明天晚上请你去吃饭 就在天鹅阁 好啊 就我们两个人 还有你表妹 还有她 那你请了没有 我已经请过她了 为了让她陪你 好吧 明天见 明天见 请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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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起床 又想赖学啊 没有 看看你的卷子 把个爱心觉罗写成亲爱保罗 真是弄不好了 是 方先生 你电话 嗯 姓苏的小姐打来的 哦 你们慢慢吃啊 妈 我猜就是那个苏文丸 苏文丸 谁啊 苏小姐 我是洪剑 洪剑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晚上我不能去了 很抱歉 那滕小姐能去吗 我可不知道 她自然是去的了 你的病重吗 这样 我明天来看你 你爱吃什么我给你带来 不不不 谢谢谢谢 明天见 好明天见 亲爱婢子苏小姐 是不是生的相思病啊 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大饼油条鼻涕肝 汪主任错了 汪先生还不回家 我还有几张单子没有出来 好 王爷再见啊 再见啊 先生 要上菜吗 再收拾等一下 你撤掉一幅餐具吧 好的 走啊 好的 你来了 方先生 请请请 坐 请上菜吧 很遗憾 你 你表姐她不能来了 我知道 我也险险不来 我给你打电话可没打通 那我太感谢电话公司了 你打电话打到了银行 不 打到你府上 早上表姐来电话说她不来了 那我说我也不来了 于是我就给你打电话 结果接电话的是个女的把我当成我表姐了 说了一大堆肉麻的话 我想这迷魂汤灌错地方了 这女的是谁 是我的一个亲戚周太太 我出门之前你表姐来过一个电话 可能周太太以为还是她打的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回头我跟她解释一下 我刚放下电话 表姐又来电话了 问我跟你说了没有 让我上她家去吃晚饭 我一生气就回她说不舒服 表姐也太可笑了 她这样我还偏来吃 唐小姐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真是救苦救难了 请客吃饭客人又一个都不来 这太叫主人难堪了 来谢谢你啊 吃啊 味道还可以吧 嗯 芳先生 还有别的客人吗 干嘛还要请别的客人呢 男人不都喜欢在陌生的女人面前浪费吗 也许吧 不过不是在所有的陌生女人面前 是在傻女人面前对吗 你这话的意思我可不懂 女人要是不傻 那她也绝不会因为男人百括而对她有好印象 可是你放心 女人都是傻的 正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 不多 不少 小姐才回来啊 刚才苏小姐来过电话 要是她再来电话就说我不舒服上楼睡了 爸爸妈妈呢 在婚礼等你呢 方先生请 苏小姐 你好 好 苏小姐 洪剑 你病了唐小姐也病了 你们都害了传染病了 这个钉子以后我不敢碰 我是真的病了 不过我通知晓芙了 没叫她不去 她今天会来的 我告诉她了 这次算我不好 下次我做东 没事 洪剑 你在英国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曹元朗的 不认识 他是位诗人 新晋回国的 昨天他来看我了 说好今天还要来 是吗 怪不得 昨天 你不肯赏我面子 你这个人呢 就是爱吃醋 吃不相干的醋 小福来了 小福 你好大的架子 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一定要我请你来 一定要我请你来 你才来啊 我配有架子吗 我还不是听人叫来换去 请了我才来有什么稀奇 请了我不来才叫伟大呢 看你一句玩笑话那么认真呢 进去吧 方先生刚才问起你 唐小姐 你好你好 好几天没见啊 你好 曹先生 请 哦 介绍一下 这位是曹先生 方先生 方红健 你好 这是我表妹 唐小福 你好 坐吧 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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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苏小姐 嗯 昨天承问你那么欣赏我的诗 今天我是特地来求教的 哎呀真是太精致了 请过目 啊 拼盘拼半 哦 曹先生 留在我这儿细看 下星期再奉还给你好吗 可以 红健 你读过曹先生的大作吗 没 那 请 好 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颤巍巍的贴在天上 这是指月亮 啊 这守活寡的陶妇几时有了老公 这是指嫦娥 嫦娥吧 啊 真有学问 曹先生 那你对我们这些没学问的人来说就太残忍了 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哦 你越有这种感觉就越能体会诗的精华了 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 哦 哦 哦 对不起 我去拿样东西给你们看看 请 曹先生 你可以 在苏小姐那本十八家白话诗人再版的时候啊 算是第十九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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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苏小姐写着本书是为了取得学位 其实她并不喜欢那些人的诗 曹先生 我这里有一首诗 是王尔凯为我录的 你给看看 好 王尔凯什么人啊 哦 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平日里呢也喜欢弄弄诗什么的 哦 好诗好诗 真挚朴素 完全有古代民歌的风味 你真有眼光 难道我监禁你 还是你霸占了我 你闯进了我的心 关扇门又扭上锁 曹先生 你说实话 还过得去吧 当然 我看看好 好 坐 曹先生 好 文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胡说 谁说是偷的 是啊 不是偷来的 也是借来的 而且还是借得外债 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 老师讲过 这是一首德国的民歌 句子我是记不得了 意思绝对不会错 你喝茶吧 我不记得了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 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 我记得开头是说 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 后来说 心灵已经封闭 什么钥匙丢了 大概是这样 不会错 意思就是这样 是的呀 是偷的吗 我记得了吗 我记得了吗 平时 我记得了我 虽然 你别吓我 那扇子上明明写着为文婉小姐录就座 那不是王尔凯自己的就座吗 录的就是表姐文婉小姐的就座 真的 王尔凯是个有太太的人 可是去年表姐回国的时候 她就讨好个不停 气得赵先生人都瘦了 这个文理不通的无聊政客 录款写得不明不白 不白 害得我出了岔子 该死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方先生口才好 只要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 怕是不容易扭转了 我给你表姐写封信向她请罪怎么样 我都很想知道怎么写法 让我也学过乖 如果信写得好 我把稿子抄给你看 假如表姐还是不高兴 那可怎么办 你表姐是个有头脑有才学的女人 怎么说 她是天生叫笨男人向了青岛的 方先生是喜欢目不识钉的女人了 女人有女人的聪明 聪明的女人 不要当猜你 那她要是想当一个博士呢 她不会想当博士 只有你表姐那种人才想当博士 可是大学毕业也得写论文呢 那她大学毕业那年准有大的变动 学期抵造结素 我没有写论文就毕业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也没有说话 方先生 电话 什么 您电话 马上来 哪一位啊 我是 我是方方健 你猜猜看我是谁 苏小姐 对了 我收到你的信了 是吗 我并没有怪你啊 苏小姐 你肯原谅我了 为这种小事犯得着那么认真吗 不过洪剑我倒要问问你 这首诗你说到底好不好 那首诗啊 好诗啊 真是一首好诗 只可恨是王尔凯做的 这太不公平了 我告诉你 诗不是他做的 谁做的 是我做着玩的 是吗 我不知道 苏小姐 对不起 我是一点也不知道 有空过来 听到没有 我等你 有什么喜事 没什么 好 方洪剑在信上说 做了朋友 应当彼此爱见面 到见了面 许多话都讲不出 那在电话里说吧 可是面没有见 所说的话不能像信那样 留着反复看几遍 电话又是偷懒人的拜访 吝啬鬼的通信 最不够朋友 所以我绝不跟你通电话 我要每天跟你写信 只怕这信像火箭到落地时火已灭 你收到的只是一段哭叹 再把电话道 hung开 要做的 资厝 有时候 点两句 有时候 昨天 如果你们为了 先见了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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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